接下來介紹另外一個血管形成移植劑 叫做Puzzleponic的副作用 它的中文名字叫不退癌 然後英文名字叫做Voltrin 那這個教務其實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那我們再稍微做一個介紹 就像它一樣是一個血管形成的移植劑 它一樣是抑制血管形成因子VGF這一條的途徑 它跟其他的血管形成有一點點關聯性以外 重點是它跟腫瘤細胞的增生有很大的關聯性 除了可以抑制PTGFR這個靶點以外 還可以抑制一個致癌的腫瘤蛋白叫KIT 這個地方是KIT 目前台灣衛福部核准的Puzzleponic的失陰症 是用在晚期腎細胞癌的第一線治療 然後而且這些病人曾經第一線治療 或者說這些病人曾經用過細胞激素的治療 然後治療失敗的病人 另外就是先前做過化學治療 然後失敗的病人的晚期軟組織肉瘤 晚期軟組織肉瘤 乍看這個名字好像是良性的腫瘤 其實它是一個惡性的疾病 惡性的癌症 那其實很早以前就發現到說腎臟的惡性腫瘤 腎細胞癌 基本上它是一個血管封印非常豐富的一個腫瘤 大家看到非常多的血管的供應 過去的治療就是通常是以前就是用細胞激素的治療 但是其實成效並不是很好 那這個Pasoponipal 腐退癌就有一個臨床試驗說 如果你用所謂的腐退癌當作第一線的 在這個細胞激素治療失敗之後 然後你用過去細胞激素治療失敗後 就沒有很好的標準治療 那如果這樣的病人改用腐退癌會不會更好 你以前發現到說如果用腐退癌的話 其實它存活曲線是在這個地方 那用安慰器的曲線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看到這兩個所謂的疾病控制曲線有蠻明顯的差異性 一般來說 研究結果告訴我們說 用了腐退癌大概可以延緩疾病惡化的程度 大概可以延緩百分之六十左右 好 那晚起軟組織肉瘤 為什麼腐退癌可以應用呢 因為過去晚起軟組織肉瘤 它在化療治療失敗後 也沒有很好的標準治療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就是順其自然 然而這個腐退癌這個藥物 可以看到這個研究叫Palet的研究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是使用所謂的腐退癌 它的疾病控制曲線是這個藍色的曲線 然後用安慰劑的話 就是不做任何特別治療是在黃色曲線 你看到兩者的曲線其實有蠻明顯的差距 可以看到說它疾病控制的這個 那個時間是有從1.5個月變成4.6個月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它疾病惡化的那個風險 大概可以降低7成 然後目前這個 因為晚起軟組織肉瘤其實是有非常多種型態的肉瘤 目前這個腐退癌被排除用在胃腸道基脂肉瘤 脂肪惡性肉瘤 橫紋性惡性肉瘤 軟骨性肉瘤 骨性惡性肉瘤 伊紋式肉瘤 以及原發性外胚層腫瘤 以及凸起性表皮繩纖維性腫瘤 這幾種的肉瘤可能用了伏推癌的效果並不是太好 然而如果是其他非剛才講的這些排除性的肉瘤以外 如果有出現骨轉移的話 目前也不太健保 台灣的衛福部的健保也不給付在骨轉移的情況下 那我們來看在這個肉瘤這個所謂的肉瘤這個疾病之外 我們要先談一個跟肉瘤很像的疾病 它是叫子宮肌瘤 子宮肌瘤是子宮體的平滑肌當中產生的一些良性的腫瘤 通常有這種症狀的疾病的病人就是有經痛、頻尿、不孕便祕 跟出血過多的症狀 然後許多病人因為剛開始診斷是平滑肌肉瘤 結果開到開進去變成所謂的子宮肌瘤 開到開進去後變成平滑肌肉瘤 因為兩個腫瘤 分別都是長在子宮體肌肉的一個良性腫瘤跟惡性腫瘤 比較有問題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平滑肌肉瘤 所以有很多病人過去是因為子宮肌瘤去開刀 開完刀後若干年後就產生了一些肺部的轉移 結果再回去看子宮肌瘤的這個病理檢驗的報告 再仔細把這個切片的檢體再重新做所謂的檢視 結果發現到當初的病理科的判斷或許有一點點不對勁 應該是子宮的平滑肌肉瘤 不是一般的子宮肌瘤 這是一個病人本來以為是子宮肌瘤去開刀 開刀進來之後就病理報告告訴他是一個平滑肌的惡性肉瘤 這也是一個軟組織肉瘤 後來這個病人出現了 因為病理診斷是一個平滑肌肉瘤是一個惡性腫瘤 那急急忙忙再把病人去照一個胸部S肝 你可以看到胸部S肝上面有非常多的肺部轉移的症狀的病狀 所以他又變成一個完期的平滑肌肉瘤 這是另外一個我自己的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在2012年也是一樣 當初認為是子宮肌瘤去開刀 就開出來是子宮的平滑肌肉瘤 開刀刀後原來是平滑肌肉瘤的三期 於是在手術完後再接受了後續性的化學製 在輔助性化學治療的療程還沒結束的時候 就出現了咳嗽呼吸困難的症狀 後來就發現了肺部轉移 後來肺部轉移後又換藥了 換來另外一種化學治療藥物處理 結果處理的效果也是不好 當時他來找我們的時候 大概是2013年9月9號 然後一開始照顧S肝變 你看他腫瘤就是這麼大 肺部的腫瘤有這麼大 而且病人有非常嚴重的症狀 咳嗽會喘 作者也會喘 然後作者也會喘 甚至沒有辦法平躺睡覺 然後胸部有很強烈的疼痛感 而且有劇烈的咳嗽 當時這個腫瘤的嗓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甚至因為那一年的9月9號 其實已經將近快要中秋節 我甚至跟他說到中秋節 可能這個症狀到中秋節會越來越惡化 於是我給他建議用了這個伏退癌 在不到一個禮拜 在一個禮拜以後 你看那個腫瘤 迅速的從這個大小變成這樣子 這邊的腫瘤變成這樣子 這邊的腫瘤變成這樣子 這邊的腫瘤變成這樣 所以看到有明顯的縮小的情形